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也感谢县长带领县福优最好最贴心的长照服务 谢谢县长 管府去找这个头堆 也用有长波用 开了三千四百多万的建议 来有长波用 来做长照2.0的一个整合性的大楼 我们未来这里第一楼 管顶有六楼 那总共的平层 可以说差不多是一千一百多平的部分 那希望说是学了以后 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日间照顾 以及我们的这个长照大楼里面 让我们更多的长辈 在这边能够快快乐乐的来过日子 我们中华官现在六十五岁 以上的中华已经超过我们全国的平均值 全国平均值只有十六点多 我们已经到十七点多 所以老化这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那管政府除了在我们这里有一栋以外 包括我们的这个里林、风腕、狭藤 以及山西、湾林、宝岛 丁丁的地方都很肯定在做这个整合大楼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卫福部的到三天 我们只有整合性的大楼 由一百多六年到现在 隆重整出有四十二岁 总经费有十亿佛的经费进来的益助 让我们可以一栋一栋来完成 希望未来完成之后 真对我们中华有提供更好的日照 跟长照的一个服务 总经费的执行率更佳 才能够让那么多乡镇市的整个的卫谷大楼 都可以成功的来动土 然后我也看到去年动土的一些新建的大楼设施 目前都已经完成 那希望未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建筑的承包商 共同来协力 因为毕竟现在的建筑成本的上涨 让整体的施工都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协力 让我们彰化县的长照及社福大楼可以顺利的完成 我再补充一下 那他这栋大楼的总经费 三亿 那其中九千七百七十九万是由中央来补充 请三拜 一拜 再拜 三拜 第二场共土平安 第三场功臣圆满成功 第三场功臣圆满成功 再一次 一二三 大楼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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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